今天介绍的是一款最新的国产化虎脉成像式非线性节点探测器 该产品创新性地继承了虎脉成像功能和非线性节点探测器功能 能大幅提升隐藏的窃听监视、炸弹起爆装置等电子产品的减出效率 是公安计真、武警安检牌报、保密、物理环境安全检查的必备设备 其最大的优点是无论隐藏的电子产品是否处于开机状态都能检测出来 并能将处于工作状态下的电子产品清晰成像 从而直观判断是否存在隐藏的电子产品 该产品包括虎脉成像式非线性节点探测器主机 耳机、备用电池、充电器、电源适配器、测试试样 红外成像式非线性节点探测器 主要有检测及红外成像单元、控制手柄单元和电池仓构成 检测及红外成像单元主要完成非线探测和红外成像功能 控制手柄单元主要是进行系统参数的设定 电池仓 主要是给设备进行供电 设备显示部分包含两部分 上半部分是非线性节点探测器 包含发射二次斜拨和三次斜拨 并提示三种探测状态 正在检测 发现电子产品和发现金属氧化物 下半部分是红外成像 显示被测设备的发热部分轮廓 设备中控部分包括开机键、中控显示屏、菜单键、探照灯键 以及四个方向按键及确认OK按键 开机键用于开关机操作 按键必须长按三秒有效 探照灯使用于设备 在光线昏暗的环境下 可以照亮头端前面环境 帮助操作者对准备检测区域 中控显示屏 主要是显示设备的系统信息及参数 菜单键用于直接进入系统配置界面 和退出系统配置界面 参数设置是对设备工作参数进行设置 包括发射功率设置、发射频率设置和接收增益设置 发射功率是对当前设备发射功率大小进行调整 包括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 可通过方向键手动调整发射功率 自动选择模式下 设备根据与被测误的实际距离 自动选择合适的发射功率 确保最佳检测结果 在中控逐界面中 可通过上下导航按键 快速调整发射功率 发射频率可手动调整 调整范围从2404MHz到2472MHz 接收增益用于调整设备的接收灵敏度 包括高、中、低、三档 当检测距离较远时 建议采用高增益模式 当距离较近时 建议采用低增益模式 防止误报 告警设置是对设备的告警音量、告警门线、震动模式和声音模式进行调整 告警音量可通过中控方向导航键 对设备探测的告警音量大小进行调整 在中控主界面中 操作人员可通过左右键直接对告警音量进行设置 告警门线可手动设置二次谐波和三次谐波的部分分量门线 达到此门线及报警 震动模式可设置震动开关和震动强度 声音模式是设置设备的告警模式 分为正常模式、耳机模式、关闭模式 系统设置是对产品系统信息进行操作 包括日期、时间、产品信息及恢复出厂设置 其中产品信息用于查看显示产品版本信息、条码和出厂日期 恢复出厂设置是将设备的信息系统恢复到出厂设置状态 语言设置是对系统显示语言进行设置 支持中英文两种语言 解设此 스폰的经�ab剂 解设行 Athens 解设 Denv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